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式新闻世界报道 我是林佳琪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宜兰有一名女子26号下午上厕所的时候 意外产出了一个16周大的长型婴儿 而且她的下体流血不止 女子的男友发现之后 把婴儿放在水桶里面 带着女友紧急送医 医护人员看到桶内 竟然装着一个16周大的死胎 统统吓了一条